这个缘起是我们可以用49年做一个化解 在49年之前就是共产党要入城夺取政权的全息 48年到49年 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有好几次的叫做应急的会议 就是在考虑共产党进城之后 教会的促进问题 当然有一部分的教会可能是乐观的 觉得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应该不会那么糟糕 但是有一部分的教会 特别是当时在华的长老会里面的几位的宣教士 特别是像上海国际礼拜堂的必泛语 他们是非常清晰的说 因为他们看见了共产主义的一个实质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一个说它是无神论的 看来他是公开宣称他不相信上帝的 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 他们也看到了极权的实质 当然很多人对于苏俄的现实跟历史有这种了解 或者是有这种恐慌 因此在48年到19年的时候 在全国不同的几个地方 比如说我所在的四川 那么就在万县 还有在其他重庆 后来在黄山召开了几次基督教的应急会议 考虑应当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很多人提出来一种策略跟方式 那么第一是说我们要坚持聚会 无论处境有多么糟 这个时候在他们的思考里面 就已经把教会未来的处境 跟初代基督教会 公元一世纪的教会的现状 跟他们的道路就连接起来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大不了我们像初代教会一样 我们回到家里聚会 我们在野外聚会 我们去找山洞聚会 因为初代教会就这么干的 在罗马还在城里面 下面的 因为它有很广大的地下的牧林 和通道的系统 大不了我们在那里面去聚会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提述来说 把教会的中心从城市转往乡村 很有意思 因为在49年之前 中国教会的中心其实是在城市 而不是在乡村 因此说 把教会做好预备 从城市转往乡村 把做好预备 从教堂转向家庭 做好预备甚至在野外寻找地方聚会 这个在48年到49年 教会已经开始有酝酿 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准备 甚至有一些地方的教会 已经开始建立家庭的小组 就是做好转向家庭和转向农村的准备 这个是49年以前 49年以后 王明道的传记里面提到 他在1950年初 有一次去天津 一个教会讲道 在天津的一个公园 以前大家记得 好像天津的一个公园 外面写着华人鱼狗不得入内 这样的标志 那么他在那里看到一个标语 叫做坚决维护宗教信仰自由 他就觉得共产党可能 应该是守信用的 应该是会尊重基本的信仰自由 所以在50年初 王明道自己还是蛮有希望的 他觉得不会局势至于那么糟 那么大部分的教会应该都是这样 所以从1950年周恩来来接见 所谓中国基督教代表团的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人其实是他们清典的 其实在当时教内的地位没有那么高 像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干部 那么这个包括吴耀宗 那他当时只是一个部长 那么这个之后呢 锦罗密鼓的就开始这个三次反帝爱国运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直就有教会 就因为49年前就有预备 就有开始脱离原来的教会系统 来私下的进行聚会 或者回到家里聚会 这种呢就一直有出现 陆陆续续有出现 但是呢 我不把它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正式的诞生 因为那个时候你是有选择自由的 你不这样子做呢 他也还不会杀头 不会坐牢 不会在政治上被视为反革命 那那个时候只是一部分人呢 他已经开始基于他的信仰上 说我要走另外一条道路了 那么我们是把这个王明道 在1955年6月份 他发表了这个最重要的那篇文章 他在那一年发表了三篇文章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为了信仰 这一篇文章 这一篇长文呢 可以是中国教会在20世纪的一篇护教词 因为在第一世纪面对罗马帝国的时候 教会涌现出许多的护教词 也有许多的护教士 那王明道呢 发表了这篇文章 很清晰的表明 这个表明呢 有神学上的意味 也有政治上的意味 那他就表明说 我们相信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 没有帝国主义的毒术和毒草 那前一句呢 是一个神学上的任性 我相信圣经的权威跟无物 这是我的生命信仰之根 第二一个呢 就是回应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挑战 因为政治上的挑战是说 他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所利用的一个侵略的工具 那么我坚持说他与帝国主义无关 当你说他与帝国主义无关的时候 你的这个信仰立场在共产党眼里就已经是政治立场了 所以因此他实际上是有神学跟政治上的两个的含义 因此他说那些参加三字的人 他们呢是不相信这一点的 他们在神学上背弃了这个最基本点 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当然就迎合了这一个帝国主义的走狗毒素 这样子的一个罪名加在教会 甚至加在基督的身上 那实际上耶稣起初在罗马帝国之下所承受的罪名 其实也是内似的 翻译成今天的话 五十年代的话就叫反革命罪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叫煽动跌封国家政权罪 那么因此他这一篇习文出来了之后 共产党本来是想反复的在争取它 因为统战的工作需要它在教会的这种影响 因为王明道是中国的独立或者叫自立教会 当中的一个领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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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